美中两国针对新冠病毒起源地的叙述权大占持续的升级 虽然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表明病毒并不是人造的 但是总统特朗普却反对这个说法 还说自己亲眼看过证据 证明病毒和武汉实验室是有关的 甚至还放话要针对瘟疫再次向中国加征关税 就在特朗普政府抢占叙事权 一再将疫情失控怪罪中国 并推销病毒源自于实验室的说法时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星期四发文告 推翻总统的病毒阴谋论 表明认同科学界的观点 那就是新冠病毒并不是人造或基因改造而成 当局将继续追查疫情起因 探讨到底是动物传播 还是武汉实验室意外外泄病毒 同一天特朗普在白宫召开例行记者会 不但坚持己见 还和情报界公开唱反调 他承认自己还没看过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的文告 但他确实看过证据 证明病毒源自武汉实验室 我们有很多疗疗 但我们有很多疗疗 特朗普直言白宫将持续追查疫情爆发的来龙去脉 以及神州的防控措施 相信很快就能取得完整的调查报告 总统也没有放过机会 再次炮轰中国没有及时遏止疫情 而他不会就此罢休 并动言要透过加征关税惩罚中国 尽管美国疫情持续恶化 确诊病例突破百万大关 超过六万人病逝 但在特朗普看来 美国的新冠肺炎死亡率相比其他中疫区还要低 甚至点名西班牙 意大利和英国 他强调 华府一直以来竭尽全力 亲近资源 做好防线 守护每一个人 基于国内疗养院成为感染黑区 政府推出一系列措施保护老人 包括成立专案小组研究疗养院的疫情影响 提供防疫指南 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 近期将为全国疗养院提供个人防护装备 而医疗保险及补助服务中心 也会斥资八千万美元 扩大疗养院的检疫工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